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涛借用画笔参禅悟道 绘制了许多佛教题材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此类作品被称为道士画 今天我就为您介绍石涛的道士画精品 在中国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幅清代画家石涛画的观音图 它横81.3厘米 纵193.6厘米 为墨比纸本画 这是一幅供信徒膜拜的佛像 画中描绘有一尊观音像 观音像依山而坐 旁边放着镜瓶竹枝 观音的面孔清秀风雨 双目微开 身体略略前倾 呈现出普度众生的慈祥形象 观音的发际和面孔都是用工笔画法描绘而成 线条细致而流畅 值得注意的是 此幅画中观音留有长发 而且长发缠耳 这在一般佛像中很少见 这幅观音像是中国清代道士画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作品之一 明诺清初 中国画坛有著名四僧 他们是石涛 朱搭 昆蚕和红人 其中尤其以石涛最为出名 也最年轻 人称四僧之首 石涛年幼的时候出家 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石涛原名朱若吉 广西泉州人 他是明太祖朱元璋 崇孙 晋江王朱守谦的后裔 出生时正值明末战乱时期 父亲朱亨家死于冰乱 才四岁的石涛被人保护送入佛门 以后他在师兄赫涛的帮助下 在泉州香山寺消化为僧 取法名 元祭 号 石涛 石涛虽然身处佛门 却心怀出人头地的志向 康熙南巡时 他曾两色接下 并主动进京结交达官显贵 但是却未能如愿 石涛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一生欲薄之气 无所发泄 一记于诗话 故有时如豁然常笑 有时若欺然常明 无不以笔墨之中欲之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石涛想要借助手中画笔 抒发感情的强烈愿望 这组五百罗汉四条平 是石涛二十四岁时创作的 它是明末清初高水平道士画的代表作 很早就已流失海外 这组画的题材是道士画中常见的五百罗汉像 可以说它是石涛其他五百罗汉像的组本 五百罗汉它起源于应该算是唐末 大家知道那个时期是华元经流行 整个中国在佛教界当中特别流行的 就是这个华元经 那么作为佛教的一支 华元经它提倡的 或者说它主要提倡的是普渡众生 那么罗汉它是一个法语 它实际上是阿罗汉的一个音译 罗汉的意思就是属于 从人到神的一个中间的过渡 到了宋代的时候 尤其是在南宋的时候 华元经的普及 那么就形成了五百罗汉 这组五百罗汉四条平 前两幅是石涛根据中国历代五百罗汉主题 创作而成的 而后两幅画作则融入了石涛维森史 云游四方的所见所闻 其内容也与石涛早年出家的经历有关 第一幅调评 名为竹林至称 画中描绘了三位罗汉盘坐于竹林之前 怪石之中 竹林上方有祥云缭绕 两位罗汉并肩站立 接受海神跪拜献保 威猛的侍卫站在一旁 海神双膝跪拜 手捧珊瑚向罗汉们献保 这幅画集合了中国历代道士画高手的笔法 画中人物线条舒展 采用了宋代大画家李公林的高谷游丝描画法 人物的面容描画是明代画家吴斌的笔法 罗汉的夹杀划则采用了明代画家丁云鹏的画法 可见石涛对中国历代画家的画法娴熟于心 并在这幅画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第二幅调评 名为观射立光 画中描绘有五位罗汉 他们或盘坐或站立 眼望天空 三旅射立光从天而降 三只未变成罗汉的蝙蝠 呈射立光徐徐而至 据大唐西语记记载 五百罗汉是由五百只蝙蝠变化而来的 从画面上看 罗汉身上的衣纹被勾画得一丝不苟 画家用顿挫有致的笔法 画出与人物相衬的山石 圆润的线条表现出袈裟的柔软 方折的用笔则表现出石块的坚硬 这些画法都独具心意 第三幅调平名为松下课经 画中描绘了七位罗汉 其中五位罗汉或站立或盘坐谈经 两位罗汉捧经走来 画家细致地描绘了罗汉们 虔诚课经的场面 这幅作品最突出的是写实风格 画中的地草 枯属和僧人的眼神 都采用的写实笔法 据专家考证 在这幅画中 石涛描绘了他的老师 善果乐的形象 画中记录的是他早年 与师父交流谈经的真实场景 道士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石涛的道士画却标心立意 因为画中有他自己的身影 石涛把飘渺的佛国世界 与写实风格的自画像融为一体 这在中国绘画史上并不多见 五百罗汉四条平的最后一幅名为修成正果 此画描绘了六位罗汉 有四位罗汉盘坐论经 两位罗汉站立 其中一位罗汉向罗汉尊者介绍一出家人 此人双手和石正谦卑的聆听指引 在他的头部上方长方形黑框内写有阿掌字像 阿掌是中国南方对家中长子的称呼 这一人物正是石涛的自画像 画中的石涛身穿佛家弟子的百纳衣 与六位罗汉的福田宝衣形成鲜明对比 以此表现出他与修成正果的罗汉之间的区别 石涛借此画表达自己追求佛法的最高境界 和对修成正果的虔诚向往 还有一幅描绘有石涛自画像的画作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它就是石涛众松小像 画中人形体瘦弱以松作实 人物形象和五百罗汉四条瓶中的自画像 如出一辙 石涛我们称之为四生是革新派 它是创造性的应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属于字框化 就是我自己生活过的东西 我自己如实地记录我自己在寺庙里的生活 内心里的修行 包括把自己的自画像也纳到罗汉里面来 这就是完全记录了它在寺庙里的早年 二十几年的寺庙生活的一个集中反应 如果就道士画来说 这四条瓶的境界是最高的 后来包括我们大家知道像徐飞鸿 徐飞鸿画的《田恒五百事》 也把自己的像画里面 也包括它八三积水图也把自己的像画在里面 它这个很多这种革新和创新都是来源于石涛 石涛传世的道士画极为稀少 除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观音图外 其作品大多流失海外 这幅十六罗汉印针图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画中描绘的是佛教故事中的十六罗汉 采用白描画法 画中的罗汉须眉生动 相貌古朴 他们的衣服用密线细描 显得疏密有致 其画风与五百罗汉四条平一致 都是石涛早期道士画的精品 石涛传世的道士画 还有五百罗汉图百开策页 早年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目前正在中国国内几个博物馆巡展 画中共描绘了三百多位罗汉 其形象各不相同 衣文流畅生动 长袖随风飘扬 堪称石涛道士画的一部经典之作 极度夸张的外形 宽大扁平的头部 高高凸起的颧骨 脸塌干瘦的脸颊 这就是石涛笔下的罗汉 在对比慈眉善目的观音图 一丑一美 让人感觉到佛国世界的神秘与瑰丽 中国近代著名画家齐白石 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石头 给予其道士画高度的评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石涛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画学理论家 尤其是他创作的道士画 代表了中国清代佛教化艺术的最高水平 对后世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